泰国内政部日前表示 内政部将重点推行三项改革措施 作为献给民众的新年礼物 泰国内政部长阿努鹏表示 距离新年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内政部已制定了具体计划 尽快推行三项改革措施 一是进行内阁结构改革 推出能够快速见效的各项服务措施与系统改革 加速对民众投诉与求助的处理速度 二是推出整洁城市计划 处理各地遗留的垃圾堆积问题 同时向民众积极倡导垃圾分类处理的必要性 以及对生活环境的影响等内容 让所有民众都能够主动参与到 保护城市清洁环境的活动中来 三是向民众倡导节约用水 增设和维护蓄水池 以在旱季时有水可用 向农民推荐和普及无公害化肥的使用常识 共同维护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他指出这些计划都将在两个月内实施 并要求取得具体成效 作为政府和内政部送给民众的新年礼物